來一下人心吧 沒有人只算超真的啦 你也要算你的特別預算造成的超資啊 不只錢在預算 這事比加強就超過兩兆 兩個與我國一年的總預算 有台電耶 台電資本核怎麼補啊 台電資本更慘的是 核四只要核銷就是三千億大銷 我今天坐在賴蕭林旁邊 他來跟我講勞寶 他說勞寶基金一百塊撥補 一年撥個兩千 你媽2026就跳了 我聽到一個內線人跟我講 發錢這件事情 你覺得我們先講財政紀錄 我不要管到底最後發不發 我先講我個人 我認為發現金這件事情 有兩個不一樣的狀況 你像歐美各國 你記不記得歐美有沒有發現金 有嗎 但是他是在疫情初期 也就是國家面對一個 不確定的狀況的時候 要以安民心 讓人民可以 也許失業或是不去上班 但你家裡有錢 你可以買得起東西 你可以做最基本的 所以他給的錢很多很慷慨 可是我國發錢不一樣 你不要說我早查 我國的發錢是在疫情已經快要結束了 全世界都預測2023年經濟景氣非常危險的時候 我們才發錢 這個百分之百是把救命錢挪用來給大家開心 這怎麼可能會對 你看八大在你一開始如果發錢的話 很多人不需要去做工地 我看到鏡周刊以前有個報紙 我媽幹有一個八大小姐 跑去工地門口指揮交通 那你當時有發錢的 他就不需要轉業 可是我們現在竟然是在疫情結束 根本就是多剩錢的時候 你在發錢 那怎麼面對2023 那人家指揮交通力怎麼沒有把它拼來這裡 我是看到雜誌報導的時候 人家搞不好嫌我那邊工作太晚很累 那你看這個就是很荒謬的 之前給錢跟之後給錢同樣都是錢 但是我不支持事後發錢 我管理國民黨民進黨 我不支持這樣 因為這個太沒有財政紀律了 事後爛媽了 人家現在還是沒錢 不是嘛 你現在是找工作有工作了 可是你是雨天 雨天收閃晴天給閃 沒有現在也不是晴天 沒有接下來要下大雨了 現在還在下中雨了 你還不知道未來狀況會多嚴重 你把錢先給出去 其實他的錢一個人也花幾千而已 我跟你講我可以不要 可是他只剩下1800億 那他說還要扣掉保命錢 所以了不起拿出1200億來發吧 1200億每個人能發多少 發不了多少 是啊 我的立場就是 其實今天老沈他就說 他應該讓大家自願不領 然後旁邊我們老漢就說 我跟你保證一定很少人自願不領 我不領啊 可是他就強發你要怎麼辦 我們要退回去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而且沒有人在算 我們打也支持啊 沒有人只算超真的啦 你也要算你的特別預算 造成了超支啊對不對 你超真4500億 結果你特別預算8800億 實際上你把特別預算加進去 你還有三 特別預算哪裡只有8800億 不是啦 今年的 不是應該說去年的 連續幾年每年都有啊 戰鬥機也是啊 有啦買什麼海空戰力加強 海空加強那個也是啊 防疫也是啊 你不要忘了啊 不只錢在預算 至少這4筆啊 這4筆加強就超過2兆 對等於我國一年的總預算 台電耶 台電資本核怎麼補啊 台電資本更慘的是 核四只要核銷就是3000億 我今天坐在賴箱林旁邊 他也跟我講勞保 他說勞保基金 你現在不趕快撥補 一年不撥個2000 你媽2026就跳了 就再見啦 就這樣子 超真本來就是一個幌子啊 是你財務紀律很差 我一直想要問你財務紀律的事情 請問到底為何我國這兩年都超真 超真是什麼樣的概念 這兩 一定是你的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你財政部 那個收入你把它訂得很低嘛 那就是你算錯 可以想要漂亮一點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你的稅制有問題嘛 就是你本來應該 該有的所得稅的進帳 資本利得的進帳 應該那個不會差太多嘛 那結果你卻讓了一些特殊項目的 突然之間增加了很多收入嘛 比如說證券交易稅 對 證券交易稅是最典型的嘛 然後還有個別企業突然賺了很多很多錢嘛 對 因為可能景氣忽然轉變或是需求忽然轉變 他大量營收 就這樣子還是讓他收了 所以你這個就是一個不穩定的收入嘛 所以你搞不好你明年就沒了嘛 對 明年證券交易稅一定大跌了 一定大跌了 因為就會虧了 然後 不是啊 但是今年第一季就不太有人敢做 沒有 而且勞保公保你那些四大基金跑進去都慘虧啊 一萬四千點也去互判 是嘛 因為 互你媽逼啦 誰媽一萬四千點還覺得太低了 今年第一季真的不好做 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啦 那你像海運賺大錢 可是人家要拿來做投資的時候 你到底要磕縱稅 還是要讓他繼續投資 長榮海運45個月年 年中 然後長榮航空三個月 所以就翻臉了 長榮地勤一個月 所以地勤翻臉了 因為他用財務獨立 各自股權獨立 每一個公司各自算自己的業績來算嘛 對 可是你有集團進帳啊 對啊 你集團實際上是賺錢的啦 那你集團進帳 總要對個別要做一點照顧嘛 那不是啦 你要讓大家不要落差太大 不然你不要叫 你媽缺人的時候 不要跨公司做人力調配 我跟你講他們的總經理還下去搬行李 我知道被人家罵死了 說你公司的官方APP 你一個月沒有上線 結果你現在跑來這邊搬行李 是要演給誰看 好 這個外傳紅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與新北市長侯若儀 在九合一大選前 雙方私下見面三次 這個雖然沒有談成正副總統搭檔 一直謠傳說 呃 侯友宜跟郭台銘會面 然後達成一些協議什麼東西的 第一個 你覺得這個可信度有多少 我聽到一個 內線人跟我講是打電話 是打電話 不是真的面對面 呃 對他認為應該不是三次見面了 就是可能也許有一次見面 但其實他打電話了 我把那個朋友寄給我了 他說啊 他們有通電話了 那可是內容只有他們知道了 沒有外人知道 對 所以他說應該不是三次會面 就是百分之來確定的是電話 不是會面 三次是不是都不是會面 不知道 可是他認為不可能見三次了 沒有哪有辦法 可能是可能見一次 然後兩次打電話這樣 嗯 好 那你覺得雙方達成協議這件事情 我也認為 不這個蠻奇怪 因為我聽到 因為我聽到兩種說法 不過侯 兩個人的參選意願都越來越高 欸 對 而且這個東西是互相激盪喔 就是因為一邊有參選 然後大家就鬧得心癢癢 不過這裡有個問題啦 就是 朱立倫要不要做個程序嗎 嗯 朱立倫一定要說啊 歡迎認同國民黨的人 嗯 來參與黨內初選嘛 對吧 朱立倫如果不去做這件事 嗯 不去弄出一個新的程序 那郭台銘基本上就沒有機會嘛 嗯 因為郭台銘不可能獨立參選啦 嗯 他一定是要 變成國民黨的推薦 或者 國民黨候選人他才願意嘛 嗯 啊可是朱 這一個 所謂歡迎所有認同國民黨的人 來參加初選 這個決策 這不行 這個決策做不出來 黨內中常會不會讓你過的 對 對 那我民眾黨可不來參加呢 對 現在問題就卡在這裡 就是 朱立倫如何做出這個程序上的改變 嗯 而且挺猴的人也會阻止啊 嗯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 我是基於這一點考慮 所以我認為猴 代表的機率 遠遠高於郭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啦 第一個 既然有多重管道放話 表示接觸是有接觸 那是不是碰面就像阿亮剛剛講 可是第二個東西我要講 你也知道郭台銘跟侯友宜 兩個人的個性 這兩個人一個是商人 一個是很四海的那種警察 嗯 他們兩個見面就算有說 你選我不選 很像客套話 哎呀大哥 你出來選我就不會選啊 這種話後裔講得出來啊 大概都是這種話 欸 所以重點不是傳出來到底怎麼樣 大概都是說 而是都是客套啊 哎呀 喳喳你那麼優秀對不對 對啊 這一局沒有你不行啊 哎呀沒有沒有 不敢不敢 還是大哥先啊 你出來我就不出來啦 哎呀君不出 奈昌天河 是不是 對 好像是 奈昌生河吧 對不對 就是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兩個人在那種 私下場合會面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很客氣的 應該是這類的話 就是over 就是過度客氣之後出來的人 信以為真 不管是哪一方都好 信以為真 到時候真正要決戰的時候就麻煩了 奈天下昌生河 可是誰要做 現在有很多很多的東西要克服 不我知道 可是就是朱立倫 一定要完成那個程序嘛 所以侯是程序上佔優勢 因為朱一定要變動程序 郭才進得來 可是等等 我也 我的工作是負責提出一個反正 可是侯在藍茵高層裡面 支持者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那個另外一回事 因為他在程序內 至少他在程序內 那你看他最近也開始講重要的話 什麼 台灣不能做 做大國的棋子 對啊 強國的棋子 對不對 對 開始慢慢在過年後 我覺得這個意向會越來越清楚 那因為他本來就有這個權利 不是 因為一直說空話 再也撐不了多久了 那坦白講 現在很多媒體界的 那些沒啊 那句話也只有標題 不是 也沒有內容 對 但記者現在跑去問 就是要請你說空話 你知道 哎呀 阿狗啊 我們今天想要聽聽你 你對總統有什麼空話啊 不能做大國的棋子啦 哎呀 要好好做事 好好啊 做大吉 好好啊 做大吉 安居樂業 安居樂業 然後歲月靜好 都喜歡歲月靜好 不要去做人家的棋子 OK 沒了 講完了 深入就問沒有 所以我也不敢訪問侯耀瑜 我他媽才沒那個種 萬一他栽在我這邊 怎麼得了 就是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這是我們最前面講的 倖存者的paradox 就是 因為你以前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一直順順的活下來 你就覺得以後一定做這件事情 可是以機率來說 這不是一條線性代數 這不是一條線性的東西 現在 未來跟過去 並不是同一個方程式的時候 這個就麻煩了 他就不是同一個方程式啊 就跟以前我們有沒有講過 以炮彈來講 我躲在彈坑裡面 再被炮彈打中的 機會不高 可是 他的回應就是 呵呵呵啊 做大吉 呵呵啊 做大吉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啊 做了 事實上 他是在暗示 呵呵呵做事情 呵呵呵 呵呵呵